第1574集 这一刻 真天王眼神血亮 冷笑道 老夫也许可以偷渡到真门之前呢 不用通过你们的假道不是吗 有趣啊 这地方很好 若是失败了 代表你们也算计到了这边 若是成功了 代表你们没有算计到这边 那老夫机会就来了 真天王笑了 笑得得意 这地方对他而言 哪怕没有任何收获 那也无所谓 关键不在于宝物 不在于知晓什么秘密 而是破门 不知道其他几位破八 是否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真天王也懒得管他们 起码他想到了 这就足够了 若是虚假的大道 连这也能覆盖 那代表这里 根本没有逃过黄者的掌控 那所谓的秘密 不去发掘也罢 因为你看到的 其实都是黄者 想让你看到的 呵呵呵 老夫真聪明 真天王感慨一声 智商太高 就是麻烦 也不知道黄者们会不会哭 寻查使不来 他还真未必会到这地方呢 通的一声 藏毛爪子上传来一阵火光 歪着脑袋看着方平 有些郁闷道 不行啊 再试试 你多试试 我再找找看其他办法 那好吧 藏毛没办法 只好悬浮在空中钻洞 觉得这样坠着太累 扭头看向平山王 那个谁 来给本猫垫一下 平山王刚从挂画状态中解放 此刻文言 那是面如死灰 这猫很重的 现在悬浮空中 让自己给他当垫子 他怕自己撑不住 可到了这时候 也由不得他了 平山王面带笑容 哪怕心里骂 嘴上也不敢斩路 急忙飞了过去 给藏毛当屁股垫子 藏毛也不客气 一屁股坐下 轰隆一声 平山王脑袋疼 藏毛还嫌弃得不行 脑袋太硬了 你把后背变得胖一点 坐着更舒服 平山王无奈 只好供着背 呈现九十度 给藏毛当椅子 过了一会儿 觉得这样太累 平山王也顾不得了 干脆躺着扶空 任由藏毛坐下 下方 其他人看得脸都僵硬 幸好不是他们 换成是他们 真的有些接受不了 然而 这几个也没闲想 此刻 方平看向几人 冷冷到 找破关的办法 不是让你们看戏 快点 破关 未必需要实力强大 否则 翼天王 不会引诱其他人进入 运气好的话 侦寻破关 也很正常 方平也不知道 战天帝怎么想的 如何才能破关 也许 学霸就能破关呢 而论起知识渊博 方平在这些人当中 还算不上个 话语几人也不说话 此刻 随着圣南读了几本书 众人也一直在盯着 都是强者 圣南读了一遍 一些字 这些人有了参照 也都认识了 此刻 几人都拿着书在看 此地既然准备了这么多书 那破关的奥秘 很可能就在书中 何况这些书中 也许也存在一些好东西 都是古籍 未必没有一些上古强者修炼的奥秘 方平还在继续找别的办法 他不是太喜欢这种 按部就班的破关办法 方平本就不是喜欢遵守规矩的人 此刻 话语忽然余光瞥了一眼方平 见方平在四处敲打 战王百无聊奈的看东看西 藏猫在钻屋顶 话语迅速收回目光 手中拿着一本古籍 话语盯着古籍看了一会儿 不动声色很快又换了一本 随意地换着书籍查看 一本又一本一次又一次 渐渐地身旁的姬瑶皱起眉头 看向话语 此刻的话语气息没有什么变化 却又好像有些变化 姬瑶看着他皱眉 话语笑了笑轻声道 怎么了 发现什么了 没有 姬瑶冷冷回了一句 依旧皱眉看着他 这家伙好像和之前有一些不同 却是感受不到哪里不同 是自己感应错了吗 话语笑了笑 也不说什么 继续拿起书籍看 一本两本三本 上百本书籍 此刻 盛南已经读得有些麻木了 好像都是一些上古时代的 普通法觉和武道知识之类的东西 这些书 他其实大部分都看过 盛南也不懂 看这些书有何意义 他只能寄希望读完了书 能有些收获 也许占天地考核的 就是读书认真不认真呢 一旁 话语没说话 低着头看书 眼中却是出现了一串串 让人眼花缭乱的乱码 没人注意到这一幕 话语的气息 还是有些变换起来 很微弱 几乎不可见 姬瑶一直在注意他 此刻健壮 眼神微动 下一刻 方平还在寻找方法 姬瑶忽然道 方平 方平扭头看着他 皱眉 喝道 发现破关方法了 发现了 不过 需要你提供一些东西 本宫才会告诉你 如何破关 你敲诈我 等价交换 你已经到了天王境 对你而言 有些东西并不重要 你眼中不重要的东西 换取你想要的东西 难道不值得 行 你说说看 不过 注意分寸啊 狮子大开口 都没什么好下着 我喜欢识食物的人 本元气 不灭物质 大量的 很多很多 最少要供应本宫 到地尊境的量 另外据我所知 你夺取了本元境 红宇天王曾说 本元境虽是假道 可若是可以进去一关 也许可以看清大道方向 本元境 也需借本宫一关 要求不算过分 不过 前提是你说的办法有用 要不然 后果你自己考虑 姬瑶余光瞥了一眼话语 话语微微醋眉 下一刻 姬瑶淡淡道 方法在话语那里 话语发现了出去的办法 隐瞒了收获 姬瑶 话语脸色微变 低喝道 去口喷人 事与不适 你自己知道 方平 她发现了破关的办法 本宫不会看错的 此事已告知于你 你能否找到 那看你的能耐了 话语脸色一变再变 方平缓缓走来 看了一眼话语 方平笑道 话语 我一直觉得 你才是最识趣的舞者 有话说话 你觉得区区一到关卡 你就算破了关 到了地级 到了圣人 那又能如何 真能避开我吗 方平笑道 此地并非就这一管 若是就这一管 你走了就走了 可关卡那么多 以后还要在三界继续混呢 话语脸色变幻 有些恼火地 瞥了一眼激摇 此刻 盛南几人也看向话语 这家伙还真发现了什么 话语深吸一口气 低沉道 人王见谅 并非话语不识趣 只是话语 还未找到完全破关的手段 只是有些收获 原准被完全发现之后 再告知人王 机遥小人之心 借机谋取好处罢了 机遥迟笑一声 也不在意 哼 没事 既然如此 那告诉我 你发现了什么 话语深吸一口气 心中暗骂一声 急咬这混蛋 女人果然都是蛇蝎心肠 自己还是有些大意了 骂归骂 话语还是迅速道 此地的这些书啊 之前我没太在意 不过 人王请看 话语递过来一本书 方平拿起看了一眼 这时候的他 也认识了这些字体 仔细看了一番 没发现什么异常 就是简简单单的一篇 简单讲述气血运用的基础功法书记 有何异常 湛王几人也凑了过来 盛南也拿起书本看了一下 同样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话语这时候也不掉胃口 也不敢 轻声道 几位大人仔细看 外面那位书童提醒我们好好看书 书就是用来看的 众人挑眉 仔细看了起来 方平也没觉得是废话 认真开始观看 看着看着 方平扬眉 接着精神立释坊 开始观摩书记 大人 观察每一个字 话语提醒了一句 方平再次仔细观摩起来 这时候方平眼神微动 有些震撼 低声道 好大的手笔 湛王还是糊涂 一脸茫然 没发现什么呀 圣南也有些皱眉 他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倒是机遥 此刻好像也察觉到了什么 迅速拿起了手中书记看了起来 那位药神导的真神同样茫然中 方平笑了笑 占天地 有趣 盯着自看 仔细看 放大千倍再看 此话一出 湛王愣住了 接着迅速拿起一本书看了起来 这一看 湛王眼中也出现了一堆乱吗 接着 湛王脸色微变 浩大的手笔 这和张小子倒是有些相似 湛天地也够大气 这些东西就随意扣在书中流传 圣南此刻也是震撼 当年很多人在湛堂学习 最终却是抱怨的话 比感恩的话多 没人觉得湛天地给了什么好处 都说湛天地闲得没事干 不过也有几人从湛堂走出收获巨大 大家都没当回事 也没觉得是湛天地的功劳 而今想来当年错过了多少机会 他们说得起劲 那边苍猫也忍不住回头 爪子招了一本书过去 奇怪道 那个家伙给了什么呀 大狗也没学到什么呀 草猫虽然不想看书 可这时候也好奇 他精神力也强大 听到方平的话 将字体放大了无数倍 开始看起来 这一看 草猫疯狂摇晃着脑袋 糊涂道 哇哦 好多东西啊 这些 戏学组合吗 方平看着手中书籍笑道 是 湛天地手笔很大 一个字 一种气血组合方式 一本书 十万字 十万种 百本书 千万种组合方式 大手笔 而且并非无序组合 都是一种最优组合方式 方平也是震撼道 此人气魄很大 他一生恐怕也就研究出了 这么多种最优组合方式 他居然全部都放在了藏书中 也许 耗费了他几千年 甚至万年时光 他居然就这么放在了学堂中 这一刻 湛天地给他的感触很大 正和当初老张将自己研究了一生的战法组合 传给方平很相似 可哪怕老张 也不是说 谁都会传授的 而且老张 那号称八十万种的组合方式 其实很多都是错误的 都是凑数的 倒是 占天地的这些不同 能将这种组合方式 踏印成字 代表这种组合方式 是一种稳固的组合 如此一来 几乎可以将武者研究战法的时间 缩短百倍千倍 武者 想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战法 也许需要花费千年万年 才有机会 真正做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方法 而湛天地 却是将这个时间缩短了千百倍 他将范围缩小 湛天地研究了一生 将他研究的东西都给留了下来 可惜 没几个人在意 没几个人重视 他没有大肆宣扬 只是将东西放在了他的学堂中 他也没有阻止一些人来学堂中学习 可三界 谁会来他的学堂学东西呢 除非逼不得已 被他抓来了差不多 湛天地也比较随性 也许也讲一个缘分 东西在这儿 你能学到 就是你的本事 你学不到 他也不会多说 从他的湛堂中走出了不少人 有人真的学到了东西 却是没对外说 这是一位极到天地的毕生心血 机会就在那儿 真正学到的人都有感恩之心 了不起告诉一些家人亲友 却不会大肆宣扬 正是对极到天地的尊重 也只有认真读书的人 可能才会发现这一点 字 没有什么特殊的 没有能量波动 因为占天地已经做到了 力量百分百的掌控 方平毫不怀疑 当年哪怕真实的学堂在 这些字你不仔细看 也不会发现什么异常 若不是这一次大家知道要破关 秘密可能就在这儿 恐怕也没几个人会仔细看书 方平眼神流转 看着书籍 看着其中一个字 迅速改变自己的气血排列 这一排列 方平发现了不同 哪怕这种组合方式不适合他 可方平感受到了 虽然不适合 可他的重组后 也有一些增幅 起码百分之五以上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这里每一种组合方式 若是让系统来推演 都是百万财富值起步 而千万种 代表需要十万亿点财富值 而方平才多少财富值 两千多亿 哪怕全部花光了去推演 也只能推演二十多万种出来 不止如此 下一刻 方平脸色一变 迅速拿起一本书 盯着其中一个字看了起来 低沉道 不只是以气血排列 居然还有别的 这是精神力排列组合 此话一出 盛南都忍不住 震撼道 灵石排列 这 这除非灭天帝 否则 三界能推演 灵石排列的强者 没几人 湛王此刻也悠悠道 不止 我这是肉身细胞组合排列 湛天帝能达到 百分之百力量掌控 以前觉得不可能 现在 恐怕是真的 他也许真的达到了 甚至让这些力量组合 交错排列 我们发现质宝了 是的 质宝 真正的宝藏 这比什么外来的力量 兵器 宝物 都要珍贵得多 质宝藏 若是有那些多重力量组合的排列方式 也许 就是一种猿烈的运用 它甚至能让人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此时此刻 哪怕方平也不得不说一声 发现宝贝了 湛天帝 学道三皇传承出武 几百家这场 他居然没有碧肘自贞 而是将他的传承留了下来 就在学堂外 什么要清静 怕人骚扰他 恐怕是 怕人不敢去湛天宫 所以故意将学堂设在了湛天宫外 只是让一位书童去看守 若是真有心学习 随便什么人都能去 还不用去湛天宫 以防一些人害怕 堂堂集到帝尊 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是极为不易 至于全部公开 换位思考一下 方平觉得 那样才是真的浪费他的心血 一带人节 天地 果然有大魄力 盛南也是感慨连连 此刻的他 身上气息也在变换 苦涩道 若是数万年前去战堂一行 也许 今日我就不是圣人了 力量掌控度高了 战法强大了 很多东西都会随之改变的 武者也能找到 最契合自己的路 前路 会少很多坎坷 可惜 有些事后悔也来不及了 七年战堂对很多人而言 如同地狱 而今想来 悔不当初 几人都没耽误 到了他们这地步 迅速转换各种组合方式 也很简单 这都是现成的东西 直接按照战天地提供的组合方式 尝试就行 不需要自己去排列 可以省却无数时间 就在这时候 话语又到 找那种自己看得很顺眼的 很舒服的自去看 这样找到的方式 也许更契合我们 既然已经告知了众人 他也不再瞒着 迅速到 我之前的战法 提升的力量不到3% 现在学到最适合我的一种 已经能达到6%了 不止如此 我因为刚进真神 力量掌控度只有80%不到 战法适合之后 力量归顺 力量掌控度 起码也高了5% 还有 能量被梳理之后 我觉得大道 没有之前那么别扭 接下来的大道开辟 也许也会简单一些